屏東縣228事件紀念音樂會 上午在屏東公園228紀念碑前舉行 和紗代表著愛與融合 屏東縣長潘孟安引領嘉賓及受難者家屬代表 一同圍繞著台灣心跳的228圖樣 將象徵代表各族群顏色的色紗 逐一倒入 相互交融 傳達愛與融合的精神 以愛與融合為主題 縣府今天用音樂來紀念228事件 和撫慰228受難者英靈與家屬心靈 政府 人民都應該深刻來還寢 尤其執政者的政府 如何避免歷史悲劇在發生 人民也更應該有更積極 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 那避免歷史悲劇在發生 那我們也特別呼籲 用愛與包容來面對這個歷史悲劇 歷史要還原 轉型正義要做 但我們把這個歷史悲痛 讓它留成歷史 我們要往前看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 為這個充滿希望的土地上 一起來努力打拼 潘孟安表示 每個人心中都是向往和平的 執政者應該記取過去的歷史教訓 並從愛與融合出發 永遠彼此珍惜 彼此友愛及相互尊重 共同追求民主的信念 大家攜手建立一個愛與融合的台灣 樂園中人權詩人曾貴海以台語和客語朗誦詞 讓大家從詩詞中走過二二八的歷史 皮諾愛樂室內樂團演奏經典的台灣民謠族曲 透过感性的音符 带领受难者家属及各界人士 一起经历时代的印记 缅怀牺牲的生命 评论新闻 张如意 刘建荣 采访报道